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现在是不是做心理咨询的人特别多 对 因为现在的生活压力比较大 生活节奏又比较快 所以有很多人的隐藏的心理问题 就会暴露出来 那真的做了心理咨询之后 就会有所好转吗 这个要看个人 况且在国内的职业划分当中 我们提供的只是针对一般人的心理性的预防和发展性的问题 并非治疗 我们跟精神治疗师还有精神科医生都是不同的 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大多数来求诊的人 我们提供给他们的都是一种新的看待生活的方式 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提供的工作呢 也就是预防性和发展性的工作 都不是治疗 懂了 那像其他的 好了 你该睡觉了 好吧 刚洗完澡还把腿楼在外面 这样也很容易感冒的 你快去休息 我给你倒一杯热牛奶 好 像这样的咨询是一次倒是多少件 什么 没有 我就想知道 找你心理咨询一次要多少钱 几百块吧 一小时 如果是你的话 随便来 来吧 什么 来 心理咨询